镜头前手握了又握 今年三月总统出访中南美洲友邦 过境纽约时 AIT主席罗森伯格亲自上机迎接 同样是过境美国 现在却传出赖清德没有这种待遇 罗森伯格针对纽约这个过境段落 是因为个人因素而非公务 无法前往 所以他也特别选择要预先录制影片 而且派遣其他AIT官员前往欢迎 因为个人因素怕被外界做文章 罗森伯格特别在推特发文 表示AIT期待赖清德 在转机前往巴拉圭时迎接他 美国国务院更重申 赖清德过境符合美国长期以来 一贯的做法 将照惯例会晤罗森伯格 毕竟赖清德此行 美方也高度关注 红伯商业周刊 释出赖清德专访片段 预告他将成为下一期封面人物 还有挺赖侨胞社团 11号在华盛顿时报刊登全版彩色广告 迎接赖清德到访 把他登出来 就是让这些决策者 或是说他们的幕僚 有机会看到这个 知道我们这一位赖副总统 是什么样的 另一头中国侨界也有动作 传出北京当局下令中国驻纽约旧金山 两宗领事馆 动员统促会与当地帮派分子 两地红色侨团等 在赖清德下他饭店附近 发动支扰抗议 人数不少于上一次的 抗议这个蔡英文总统的人数 不过我们这边大概应该也是 会有几百人的规模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在统计快300人了 赖清德还没踏上美国领土 海外桥界 却早成为两岸对抗的主战场 金顺红星刘威廷采访